大家好 華記9月3日深夜報導 今天有一件事是人神共憤的 簡直是我們香港司法界最黑暗的日子 大家看到《蘋果日報》負責人黎智英 在三年前六四那天公然恐嚇《東方日報》這個記者 現在是雞蛋與高牆 為什麼呢? 一個找萬多元一個月的記者 給你幾十億的大老闆 喂!我現在什麼你老母啊? 我點了你上的了 我一定要找人搞你 這個混蛋 喂!一個大老闆幾十億身家 公然和這個記者仔口角 然後就惡形惡相賄形賄色 恐嚇這個記者 我一定找人搞你的 喂!在這個情況下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平民百姓 他是一個有才有勢的有錢人 他就有仇必記的這個肥佬禮 我在去年和他們無仇無怨 他無端端找DHL那件事搞我 就放了一個動新聞做了一分鐘片 就抹黑我 還有說到我壞到沒人有了 蘋果日報就賣了我兩三天報紙 老鬱DHL幫手派錢給學生示威 華記老闆即凹水自協 今天被大量的黃絲港獨攻擊 特別我都經常說不要得罪傳媒大亨 現在蘋果日報正在做我 很多不同的媒體 好像發了答 現在就找到位置進入我 現在我受到萬箭穿心 千刀萬斬的網上攻擊 嘩!鼎鼎大名的華記茶餐廳老闆 誰敢千刀萬斬你呀 你的粉絲一定衝出來保護你 華記做了什麼 你自己告訴大家吧 因為在昨天我們出了一個POSE 關於現在香港市 香港香港香港市 這個動亂裡面一些內容 例如資金來源 例如小朋友戴面穿口罩出來抗議 例如有一些搞事分子去搞別人的白事 看起來像漢圖說故事多些 做一張有錢的照片就等於學生收錢 你的創作力量和幻想真的 DHL告訴大家 讓大家知道是未Fat Check的 因為DHL是不會記有Cash的包裹 還說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呀 多謝DHL作出這個澄清啟示 因為在我們小市民角度 我們收到一些訊息 我們不知道哪些真 不知道哪些假 首先在這裡要自協 說聲不好意思 我們做得不好 只要跟DHL自協 別以為殺了就沒事呀 如果因為這個POSE 搞到DHL有任何損失 有排你賠 不過不怕啦 你這麼愛國 大人去小日本搞地產 賺賣賺賺賣賣 在法拉利拍片 一定賠得起的 但相對人的心 就不知道怎麼賠 有網民留言說 這張照片是他中同的喪禮 黑衣人是死者的同學 非常不滿意華記這樣說 希望大家可以report page和post 還當日所有人一個公道 喂 這份報紙的老闆 這樣恐嚇東方日報的記者 其實今天的裁判官 是令到全香港的人失望 為什麼 因為我們香港人 今天想著有天理 誰不知這個叫鍾明新 這個裁判官 不知道他有沒有收到肥佬黎的賄款 我覺得ICAC廉政公署要介入查一下他 因為肥佬黎有幾條隨從 經常捐款給他 例如李永達 何俊仁和李卓仁 這三條小子今天跟著肥佬黎 你見到何俊仁是很性感 到成身深曬 露了點 AV人 都是護主 一個有才有勢的人 原來連法官都可以收買到 喂 他比林鄭還餓 什麼香港三權分立 我告訴你 現在司法是法官獨大 法官的權力是比特首更大 為什麼呢 如果特首說 喂 將這個肥佬黎 就特赦 你猜林鄭想自殺嗎 特赦 喂 現在法官說 喂 我現在判你武衆 比特赦 現在法官的力量更大 比林鄭 他根本當我們國家無料道 這件事 馬上看一條片 一傳媒黎智英早前出席六四足過晚會的時候 涉嫌刑事恐嚇東方日報記者 據知警方已經完成調查交由律政司跟進 但到現在已經接近四個月都還未有下文 立法會議員陸仲紅 在九月四號 即是事發剛剛好三個月的時候 曾經去信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以關注記者採訪期間 懷疑被恐嚇個案跟進情況為主題 促請律政司早日作出進一步跟進 據了解 當時他是這樣的表現 他是講粗口 是很兇惡 然後說 我X你老母 我一定會找人搞你 我拍了你的相片 這個呢 基本上如果你警察當時在場 你就可以當他現行犯 拘捕他都可以 一定是百分之一百的刑事恐嚇 當時他這個言行舉止全部錄影 然後東方的記者時候當然要報警 警方就把他列作刑事恐嚇案 看完影片回來 三年前已經有個立法會議員 就說這件事拖三個月都未檢控 警方告肥佬禮 現在足足拖了三年 律政司司長都已經換人 喂 今天在三年前發生的事情 今天判居然是無罪釋放 美國勢力有沒有介入 肥佬禮過去這麼多捐款給泛民 他有沒有捐款給這個裁判官鍾名身 有理由相信 法官是收了賄賂 然後就免肥佬禮的罪 就是擺明 香港的記者協會 有沒有為這個東方日報的記者出過頭 一個傳媒大亨公然恐嚇你的記者仔 雞蛋與高牆 你們傳媒不是一向自己認雞蛋的嗎 那現在的雞蛋被高牆摘死 你記協有沒有出過聲 喂東方日報這個是記者來的 你猜那些網台不知名的那些 現在根本你有錢人 是兇大了 隻手遮天 可以公然買通這個裁判官 就說無罪 而這件事很多人說 喂華基不要那麼勞氣 會上訴 我們正常人看就可能會上訴 但是我看完判字 輸定 因為這個鍾明生 他是下閘封了後門 為什麼呢 這件事沒有得上訴 他說肥佬禮這個行為是衝口而出 根據過去的慣例 他是無心講的 還有肥佬禮不自辯呢 裁判官幫他自辯 雖然他不自辯 但是我覺得肥佬禮是一個可靠誠實的人 而證人是不誠實 所以呢 我相信肥佬禮是無心之失 基本上都是無心之失 衝口而出 裁判官啊 幫肥佬禮說好說話 真是第一次聽 不是律師幫他說 是個裁判官鍾明生 是幫肥佬禮拿下台界 哇真是六月飛霜 真是天狗食日 香港的司法制度真是黑暗 今天很慘 蘋果日報是非常有勢力的 你知不知道蘋果日報寫死了多少人 我們香港的娛樂圈 成龍都被蘋果日報寫死了 對不對 許智安那件事 在的士 都被蘋果日報搞死了 蘋果日報搞死了多少人 蘋果日報衝口而出 他為他們的銷量和利益都不用說那麼多 喂 老實 雞蛋和高牆 有什麼理由法官 公然站在一個幾十億身家的人 基本上肯定收了賄款 喂 誰知道你這條終生命 七一有沒有出來遊行 六四有沒有出來遊行 去年六四三年前發生的事 你今天都被推翻了 下閘了 沒得上訴 香港真是很黑暗 我覺得這群皇冠 牽涉到國家安全法 美國佬有介入這件事 因為拖了三年 第二 拖了三年之後 居然這麼多時間搜證 法官放人 警察抓人 警察用了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心機 你拿了這麼多證據 把法庭放在法庭 警察也做了證人 把黎智英 這樣都被這個裁判官鍾鳴身放生 喂 ICAC要介入查這個鍾鳴身 有沒有收到肥佬禮錢 你看到他三條小子都跟著 AV人 李卓人 李永達 這幾條小子全部收過肥佬禮錢 所以今天就是護主 你看到旁邊 AV人還露點 下大雨下湯雞都要支持他老闆 所以香港 我告訴大家 現在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司法問題 就是 黑觀 基本上全香港 以前是很廉潔的 現在告訴大家 我想比第三世界國家還差 這樣 肥佬禮都可以用錢買通 這個鍾鳴身 那你香港有什麼法例 還有 如果我在東方日報打工的記者 這樣被人欺負到上心口 又不能上訴 喂 東方日報明天整個全版A1頭版 寫肥佬禮和裁判官鍾鳴身 立即看看他有沒有收錢 夾律政司 夾ICAC做事 連續三天頭版 明天東方日報 A1 全版 就說香港司法 已經是最黑暗的日子 這件事真的很生氣 所以 香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冤案 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 所以現在香港 我覺得 葛佩帆 周浩鼎 特別是 閃師傅 出了一段片 在7月3日 講了法官的問題 我想大家要深思 和何君堯都不斷咀 那些皇官法官 譬如馬道立 你現在還有幾個月的權力 就直接壟斷全香港 比特首更惡 基本上 現在香港已經去到無法無天 被皇官統治 比特首更惡 我覺得 國家安全法要介入 國家一定要委任一個國家安全法的法官 是正常人 將這班人打倒 我告訴你 香港太多大老虎 這些大老虎全部都是法官 我覺得 要將這班狗官全部 打倒 香港才有運行 否則 警察抓人 法官放人 香港都是死路一條 所以 香港現在 是欠一個有決心 有力量的特首 打倒這班狗官 林鄭 不怕的 林鄭 一於動她 你不用跟她害怕 現在香港 基本上都不用看中美貿易戰 華為 TikTok 全部都擺明 整個南海 航空母艦 潛艇 洲際導彈 全都航出來 大家都已經 不用明目張膽 都不用掩掩掩掩掩 隨時開波 還用什麼跟你掩掩掩掩掩 這件事林鄭 如果我是東方日報 我只想辦法 第二任 Вы 司法已經不能夠主持公道 唯有私人了結 對嗎? 這件事是逼人家平民私了 這樣也目無法紀 才有枉法 所以今天 華記只講這宗官司 其實有很多事情講 但問題是 我覺得這宗是最嚴重的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大家好 又是我Judy 今個星期日 我們為了迎接健康碼的推出 應該聖誕前 很有機會就通到關 可以去日本旅行 今次我們想介紹一個 享受世界的地方 包你一定喜歡的 其中一個就是 我Judy每年都會去滑雪的北海道 正到爆的地方 另一個就是 日本天王和世界首富Bill基 都擁有他們自己別墅的地方 距離東京兩小時車程的興井澤 興井澤 是一個世外桃源的地方 我覺得它的紅葉是全世界最美的 所以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會介紹這兩個地方 華記會帶大家一起眼睛上旅行 我們會有現場的觀眾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過來 我們今個星期日的地址 就會是 尖沙水廣東道海港城環球金融中心 601號室 想來現場觀眾參加的朋友 記得WhatsApp我 我的WhatsApp就在這裡 希望到時 到了 誰坐在這裡 來 我們會有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